全自動物品分類機 配應的箱子下面 出現了 紅石就會在這裡 中機器在這裡 比較機就會在這裡 最後就是他們會各五個 沒錯 就是把所有東西都分類好之後 這個裝置就會自己停止 那這個東西怎麼做呢 非常簡單 首先我們要做的是物品分類的部分 在這裡我們就是先放一個箱子 然後在箱子後面放上漏斗 那記得上面這個漏斗呢 方向一定不能朝下喔 就像這樣子 兩個朝右的漏斗 那在最下面呢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火把 因為有了火把之後 這個東西就不會再繼續往下傳 就是不會馬上把東西都傳到這個箱子裡面 那再來呢我們把後面 像這樣子 這邊放上一個中機器 然後這邊放上 紅石 最後咧 這邊我們要放一個比較器 像這樣子 這一個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物品分類 那像今天 我們要在這裡把 用紅石填滿 那我們這邊要放上 它這上面會只剩下22個就停止 然後這下面會剩一個 所以我們就把上面放22個 你這邊放18個這邊各放1 也可以 它就會是一個物品辨識的裝置 你看你把這個東西丟進去並沒有效 可是丟紅石進去 紅石就會出現在這個箱子裡面 好 那我們就完成了一個 接著我們就把其他的部分也把它完成一下 因為兩個箱子會併在一起 像這樣子兩個箱子會併在一起 我們必須要把它分開 我們就用陷阱儲物箱去把它做區隔 這樣子就有辦法緊密的排列單個箱子囉 那就後面繼續走走 好 像這樣子我們的三個東西都用完了 我現在就先用這個表示 之後你當然可以用展示框圖 那這個主要 這一個部分就是我們的物品辨識啦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請到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它叫做靈魂紗 那我們把靈魂紗放在這上面 為什麼要用靈魂紗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東西只要是在靈魂紗上面動的話 不管是人還是物品都會變得比較慢 就是移動的速度都會變得比較慢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靈魂紗 那我們這邊要多兩個 像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就要講 欸 怎麼上不去 接下來我就要講物品電梯這個東西 首先我們要先用投擲器 在我們要投擲的地方的下面放 像這樣子 往上 往上投擲 那這邊放上一個漏斗 然後這邊是我們要放東西的箱子 像這樣子我們把東西放到箱子裡的時候 它就會傳到這個漏斗 再傳到第一個投擲器 那我們要讓投擲器一個一個運作的話 等一下還是讓它天亮一下 呵呵 那我們再來就是要做一個類似連閃器的裝置 那我們這邊就是這樣做 接著這個中機器要調到2Tick 那再來就是這樣子 在這邊放上一個紅石 然後這邊放上一個火把 那它這個其實是可以無限增高的喔 就是 你只要一直重複疊紅石火把羊毛 紅石火把羊毛上去 那中間的這個投擲器也一直疊上去 它其實就可以一直把物品向上傳輸 那像現在其實你只要放進東西 它就已經會把東西彈彈彈彈彈彈出來了 彈到這一個 對 它就是一個向上的電梯 護品電梯 那我們要怎麼讓它就是 變成可以自動開關的呢 我們這邊放上一個紅石比較器 再來這邊放上一個紅石火把 再來呢我們就把它圍起來 紅石紅石 大家就可以看到它就停下來啦 那它要重新開啟的方式很簡單 只要這裡面再出現東西 這個就會 這個比較器就會亮起來 再來這個火把就會關閉 最後就會開啟這個連閃器 然後再把東西傳上去 那物品傳完之後呢 它就會自動關閉啦 那如果你要疊很高很高很高的話 記得這邊的延遲要調大一點 就像可能要調到這麼大 這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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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子 我的紅石怎麼一直不見 像這樣子 可能就要調到這麼大 那因為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就只有 我們今天就只有四個 呃...四個投擲器 所以我們不需要用到那麼大 好 那 這個部分就是完成啦 最後我們就是要把我們的水 倒到上面 那為什麼這邊要多兩個咧 因為我們要防止東西噴出來的時候飛太遠 那直接錯過了第一個分類 對 那這是比較常見的BUG 那記得上面一定要把它擋起來 免得東西飛出去 好 那其實這樣子就完成啦 那現在我們只要把我們的東西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我現在各放了一個 它就會慢慢把東西都丟上來 然後再一一把它 呃...滑滑滑滑滑滑到它分類的地方 那記得是要用靈魂紗 這樣子它東西才會移動的比較慢 如果太快了 或是它跳太遠了 它就會 呃...就是沒辦法到這一個 所以就是用靈魂紗是比較保險的 對 那現在每個裡面都會有各一個 那今天的教學就到這裡囉 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會很樂意回答你的 在我的能力範圍內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